王建轩所创立的爱心第二称文教基金会 17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 在花莲台东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 每天两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 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 爱心支持请下爱机会官方网站 或电架02-8752-3963 我是陈建仁 Omicron病毒株传染力极高 但多数传染者都是轻症或无症状 这是危机也是转机 施打三剂疫苗可以减少死亡率超过85% 高危险群还要再打第四剂 有症状的人一定要早期检查 政府以备足医疗能量 让有需要的病人得到妥善照顾 度过这波疫情 台湾就能迎向正常生活 有政府请安心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与机关署提供 烹调美味料理的第一步 是挑选新鲜食材 而投资市场中 挑选好股票就像挑好食材一样 掌握关键就能取得制胜先机 凯基台湾优选高股息30ETF 股票代号00915 多因子严选电子 金融与传统产业的台股资优胜 兼具报酬与股息 帮你升级高股息 快上网搜寻00915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钱音响乐公开说明书 今天下午4点 润胎双雄召开 这个说明会 重大讯息说明会 就是宣布了 因应的净值大减因应的方案 这个记者会 重大讯息记者会 那两家公司呢 双双变更第二季的会计政策 改采公允价值 让净值不减反增 那为了降低冲击 润胎权也决议要增资3.7亿股 但是呢总金额没有出炉 就是说增资价还没有确定 那润胎权是被点名 这个净值为负下市为基的主要一家公司 那润胎权的副总是说呢 公司净值111年初是1071亿 每股净值153.3元 降到今年3月 降到583 这个每股净值降到83.57 那会计政策变动之后啊 3月底的净值呢 回升到707亿 每股净值呢 回升到101.38 那第二季 因为美国持续升息影响啊 那转投资公司净值持续下降 假如是南山人寿嘛 因为公司净值降低 所以呢 采取变动会计政策 投资性 投资的不动产 改采供应价值啊 那加季会计政策 变动追溯 调整金额 那估算到6月底的净值啊 还有40亿 每股净值呢 是5.73元 也就是说 即使呢 改采供应价值啊 润泰权到6月底 就今年上半年呢 每股净值呢 降到只剩下5块多 从年初的153块 降到5块 真的是降到非常惨淡的一个情况了 那这个用这样改采 这个所谓会计原则的方式 就像我刚刚讲 它也只是 这个因应现在目前的 这个艰困的状况啊 采取的 这个短期的一个做法了 这个等于说是 不得也没有其他方法 你增资 你增资要怎么去增资吗 你3.7股 你每股要订多少钱 你能进来多少 所以这个 那润泰杏现在呢 而净值也只剩下13.4元了 那没有考虑要进行增资 润泰星 应该净值还算是可以守得住 但润泰权的状况就不是很好 那这是润泰双雄的最新状况 那至于在明天的法说会 也是很值得关注的 因为 明天有重量级的联发科要举行法说 还有群联 也是重量级的敦泰 还有重量级的台达电 还有美绿 这些都是明天要举行法说 那最近举行法说的公司 隔天股价都大跌 几乎都大跌 很少有庆祝法说的 连星星昨天法说 今天早盘股价一早就跌听说死 那星星说呢 第三季市场需求跟第二季差不多 载版也是一样的状况 所以连载版也都是跟第二季差不多 那代表什么 代表就已经不成长了 那之前大家都很看好ABF版 然后认为说一季会比一季好 一直要好到明年甚至后年 现在已经不成长了 那稳茂7月26号法说 7月27号股价呢 也是几乎跌停了 盘中跌停了 收盘跌9%多 那稳茂说第三季营收要既减 24到26% 毛利率呢要减9个百分点 那会创下挂牌以来的毛利新低 资本支出由120亿下修到80亿 这个等于说减了30%的资本支出 那致源7月26号法说会 7月27号就昨天股价大跌8% 那致源说呢 第三季营收受到库存调整 既减个位数百分点 细致财营收维持迹增 但是NRE跟ASIC的产量营收 较三季会出现衰退 而且毛利率也会出现 既减两到三个百分点 股价就跌8% 盛群7月25号法说 7月26号股价重挫8% 那盛群是说 整个通路加公司的库存 已经高达9个月 所以这些问题 就已经凸显出来 整个现在目前 电子产业从上游到下游 全面的问题 那我们马上这一段 来谈一下这个全球景气 跟包括经济学人都说 晶片业会迎来一个 所谓的超级大萧条 那这个经济学人是夸张吗 还是说他真有所本 他这个说法也是很震撼 就是说超级大萧条 用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我们赶快来请教 红利投信投资策略部的 邓盛民邓副总 邓副总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我们今天透过直播的方式 访问邓副总 邓副总经济学人 其实也蛮有position的 也蛮有credit的 他也连续的这样 讲晶片业半导体产业 您觉得他会不会太over 还是说呢 他真的有所本 就是说现在目前 我们怎么看到状况 就是朝这个方向在走 你看美国那个晶片法案 都推出来了吗 那刚过 而且你很少看到美国针对单一产业 特别是像电子产业 这种高层商产业 提供这么大的一个补助 而且是租税方面 我不能说是杯水车薪 但基本上是一个投石温度 也是代表一个指标性的一个意义 因为你基本上你去做这个补贴的话 你就是预期到就是这个竞争力的一个问题 还有就是当然是美国美气 在全球的竞争力问题 还有一点就是他担心这块 那也有国安的一个考虑 那不管怎么样 在这个时间点 敏感的时间点 去推这个晶片的法案 除了政治性意涵以外 其实对这个产业来讲 等于他需要这样的活水源头去支援 那而不是只是靠市场的力量 那另外一点就是市场 其实对 其实是市场反弹了 看了一下标普500 其实从最深的3600 涨到现在也是10个多percent 10个percent左右 10.5 那但是整个市场很多的一些论点 还是在担心衰退 还是你看这个十句话 里面也还是不拖四五句在讲衰退 的一个事情 那你看那个持续率倒挂 已经从7月初到现在 其实这个趋势好像也没有扭转 所以即使是市场有反弹 感觉这个问题还是在那边 等于就是你另外一点去看 就是这个反弹是反弹起来 但是整个来讲 好像市场对这个风险 为纳的这个兴趣 等于就是appetite的兴趣 好像不是非常强烈 等于就是ETF有点回升 但是mutual fund还是在流出 所以从这个用脚投票的角度去看 还有就是当然了市场去 这个是一个滚动性的调整 等于就是也要看财报的状况 是怎么样 我倒是在比较多的负面因素里面 看到一点好的现象 就是市场开始有时候把一些 比如说你营收 像这个金牙股最近这几个 他等于他数字不是很亮眼 等于就是稍微比市场预期好一些 或者说财色好一点 或者说没有像市场预估那么差 即使是不如预期 股价还是会有一些正面反应 这代表市场的风险为纳 有一点点兴趣 有点回来了 坏消息不全然用坏消息来解读 这个是这有现象是好的 但是这个整个大船引导的一个方向 等于就是担心这个经济的负增场 这个基调 我觉得还是有市场的担心 你不能说一事之间就完全就抹灭掉 那这个把坏消息当好消息 不可能持久吗 因为他毕竟就是坏消息 对不对 他只是说 因为先前跌多了 大家这个风险 风险的为纳 就像您刚刚说讲的 风险为纳暂时的转变 他应该不会是一个 可以可持续性的一个事情吧 如果看均衡的一个指标 比如牛熊指标 那那方面 其实我都还没有看到回到40%以上 不要说回到50%以上 都还没有 他还是在30%附近挣扎 那但是之前是跌得太深 太极端 等于就是说 如果说你看空的比例是8成 看多比例是2成 他已经到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现象 而且是所有的指标 全部倒向一个方向去 去挤啊 所以等于就是太拥挤了 看空的人太拥挤了 那造成一个结果就是 这个能量一定往反方向去输解 那还有一点就是联总会的一个态度 那联总会昨天当然也蛮妙 其实挺有意思的 联总会 其实我走看又看鲍尔的一个说法 我没有觉得他非常鸽派 就是他其实预料了一些伏笔 他说下一次就是9月份 还是有可能会再升很多啊 就是比一般平均 所谓的一般平均可能就升一码两码状况 还是会大升息的可能性啊 但是市场就觉得 你开一扇门 就是包含你的那个路径升息路径 可能今年3.4 明年可能年初3.8 可能就这样 等于市场就先自己先定掉了 等于就是因为之前也跌太多了 市场也过于悲观 那就这样去解读 其实我没有觉得联总会真的是非常鸽派 只能说相较之下 他之前这么的鸽派 几个月之前这么的鸽派 你要是跟之前比 那的确现在是比较鸽的 但是如果你以整年度的角度去看 今年哪是鸽派啊 今年就是升息啊 就市场就是短暂的解读 他想要听的东西啊 也就是说他昨天耳朵有听到的 就比较听到就是说 他说适度的减缓升息 在某个时间点是恰当的 就把这句话扩大解读 让股市大涨嘛 他就不去在乎您刚所讲的那一句话嘛 那这个就是市场的反应 但是这市场反应能持久吗 过去三次 3月6月 我有统计 那个3月6月5月 联总会升息 当天股市都大涨 美股科技股都大涨 那隔天全部都跌回来啊 似乎就不能持久啊 对 那我手边看一些资料 也是担心这个问题 就是你如果说你经济的状况 当然就是他现在来讲的话 等于有一个比较大的风险 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反弹能多持久 手边看到一些 第三方的报告 感觉上持久的可能性 相对比较低一些些 等于就是你现在 他基本上已经有反弹了 基于这样的一个因素 市场本身已经走出了一段 一段反弹行情 那以这样的水准 如果说 这样去看 就是有一些 如果说你是担心 就是联总会太过于鹰派 这个因素的话 那疏解的另外一面 可能就是最近 最近一个季度被打下来的 那个能源股 或者是等于就是商品 那部分或许有点点机会 相对来讲 好我们这边稍微休息一下 你看过了吗 南港下一站 像清静泽的心野之森 看过了 我们广告时间 可以就随便聊聊 好 未来散步五分钟 还有节约 重点是房价很超值 现在拿房租就能买得起 总价880元 买二绕四房 下半天 心野之森 每个选择都为了更好的人生 凯基证券专业团队 全方位服务 让您在湖海中 做出最佳选择 乘风或浪 稳健或利 凯基证券 致力于您的富足人生 立即开户启动富足 爸爸 绿灯了 我们过马路吧 等等 我们要注意一下 有没有来车啊 你看 爸爸 司机叔叔的手 为什么要摆动作呢 因为开车行进路口 除了要减速慢行 比让行人通过 右手也要比让行人先行的手势 那我们行人 除了遵守号制 走斑马线 也要举手比赞 或点头跟司机示意哦 谢谢司机叔叔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 与公路总局提供 胃痛 胃食道逆流 迅速缓解 胃部不适 筋肌胃 服饰凝胶 凝胶快速有效 韩国原装进口 升级金配方 金的比较好 金吉味 服饰凝胶 去城市 康世美 及各大要局有卖 会首要收资 第024 246号 北市温要广市 第111 070 047号 台股上下震荡 像坐云霄飞车 教你两招 微笑投资法 第一 定期定额 平均成本 创造微笑曲线 第二 选择长青好基金 统一黑马基金 荣获指标基金大奖 定期定额 三年报酬率将近60% 投资长盛军 统一黑马基金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口钱 音详月公开说明书 时时刻刻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98 98新闻台 FM98.1财经 一路无发 我是阳木华 美国经验法案 一关接一关过关 最新在周三 美国周三28号 通过了参议院的全院表决 表决通过精简版的晶片法案 那随即交付众议院表决 最快这个礼拜 应该可以通过 周末前可以通过 一赶在八月休会前 交给拜登总统签字 这个法案是64对32票通过了 众议院 美国国会要休会 这个八月到九月 一整个月的时间 大概八月一号开始 到九月五号 这个美国众议院要休会 那休会期间呢 培洛西啊 预定要到日本去调宴 安倍晋三了 安倍被刺之后呢 这个全世界各国领袖呢 都纷纷这个表达 调宴之意嘛 那培洛西就美国众议院议长 他说他要这个到东京去 亲自去调宴 那据说他会顺道来台湾 这个要访问日本啊 印尼啊 新加坡啊 同时呢 也可能去马来西亚 但是呢 台湾仍然不在官方行程之中 今天外交部也讲 他们也没证实 但是呢 美国一些众议院的议员 已经证实 培洛西有邀请他们 几个议员 我这个忘记名字就略过 几个议员 有男有女 说培洛西邀请他们 一起来台湾 但是呢 都被拒绝 就是说他们都推掉了 就是说他们有事情 干嘛干嘛 因为美国11月其中选举 众议院要全面改选 他们自己议员一定也很忙 要忙选举的事情嘛 那如果说裴洛西呢 来台湾访问将会是1997年以来 首次访问台湾的议长 那众议院议长是美国总统 第二顺位继承 当然副总统是第一顺位 第二顺位就是众议院议长 那对岸已经讲了嘛 如果来的话 解放军不会做事 那这个会不会是八月的风险 另外呢 就是说拜登要跟习近平通话 要谈美中潜在的合作 不只是谈台海局势 这个白宫说 即将登场的习拜会 也会讨论美中潜在合作领域 那如果裴洛西要来谈 要来台湾的话 你觉得他们有人谈出什么呢 那我看美国那个参谋总长 联席会主席 那个米利将军 也讲话了嘛 他说如果裴洛西要来的话 美军一定会护航 就是说派美军保护裴洛西 但是呢 他也讲了说呢 你总不能把整个舰队带去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其实讲实在美国军方 白宫不愿意看他来嘛 讲白话就是这样子 你要把我们整个舰队拖下去吗 你要让台海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吗 那裴洛西要不要来 他自己要考量这些事情 那当然对于股市的投资来讲 我觉得八月份 我们也要考量这些事情 好那我们继续来请教 红利投资投资策略部的邓陈明 邓副总 邓副总您这次带来一份报告 好说呢 现在目前股市有稍微缓解 但是还没有亮出绿灯是吗 是 他的意思是说 当然 其实我看了一下 他讲了十个点 每个点其实不一定是完全紧密的相关 但他大概是越排到前面的点越重要 第一个就是他讲到就是说 现在是放松了 等于是有点稍微解脱 短期解脱 但是就金融的那个状况 financial condition的index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圈圈 你还没有完全脱离他的魔掌 等于就是你对通膨的一个担忧 还有就是之前股票下来 还有就是债券利差扩增 但我们注意到 在最近的一两周 这个状况的确是明显的一个缓解 还有一点就是说 整个状况 等于就是这种relief 这种放松 可能会让市场开始 对一些比较高的一些收益的东西 或者甚至之前被打得很惨的 那个商品价格 可能或许会有一点点兴趣 但问题是市场现在 其实还是非常非常担心 就是今天晚上公布这个GDP 虽然就是认为是浅诚的 可能还会增长了0.4 0.5 但是recession的这个担忧 其实是一直都在的 你看之前那个周期性的股票 被打得好惨 但是最近有反弹 最近有反弹 因为为什么周期性股票很惨 因为这个东西 inflation如果说通膨 非常的粘着的话 这种周期性股票会被打压的 等于就是 当然我们看到油价价格有掉下来了 但你可以看到通膨预期 其实也下来 通膨五年的那种通膨预期 明显是下来 那等于这个市场 等于就是他认为这个风期 这个峰值是不是有机会过去了 那所以市场之前很担心 联准会是不是下手过重 那下手过重这种担忧 也造成市场自己 螺旋性的一个下滑 现在看起来 联准会应该不至于下手过重 那至少以他来讲的话 他还是某种程度在呵护这个市场 如果是这样去看的话 这就是为什么市场现在觉得还是有可乘之机 的一个原因 只是说等于你去 大家很担心下手过重 对不对 然后也担心 也担心这个等于经济衰退 但经济衰退里有担忧 有点有点放松了 然后也这个对下手过重 联准会也过去 但是大家知道一件事就是成长和通膨 它是一个非常复合的东西 等于你没有办法一杆子打翻一条船说 现在哎呀不会啦 不会不会下去了 一定上去增长一定上去 然后通膨一定下去 通膨也不会再过去 它就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影响的一个状况 那你现在来看 这个等于就是通膨的一个预期 你现在看到离开了之前的一个危险区 那还有这联准会不至于下手过重 对不对 至少我们看到那种红 那种非常非常的危险的一个区域 感觉上有点有点慢慢在离开 你看到的就是市场直接 就是目前它的一个价格的一个环节 那这个报告本身前半段有点在讲 那现在还 现在现在就是说看了这个报告 市场没有完全亮绿灯 但是情绪有所环 就没有那么紧张了 没有那么紧绷了 现在是一个买股票的 美股超 美股买美股的一个机会点吗 还是我们要再等等呢 您的看法跟整个机构法人的看法是怎么样 他这个报告本身讲 他觉得就是打到最低的应该是人民币 境外人民币 CNH 他提了一个看法 然后他觉得 他说人民币怎么样 对他觉得人民币其实打到蛮深 那相对来讲的话 不管是他们内部的政策 还有就是整个估值来看 他觉得就是过度抛售 那他觉得这个另外一点 这个是人民币的部分 另外一点他觉得短期来讲的话 商品有点被抛得太深了 那他觉得这个东西一定会有一些 一定会有一些反向的一些走势 另外他觉得整个大盘 原物料价格又要再上来了就对了 对对对 就是说这种疏解 其实应该要带动那一块 因为他觉得那种之前担心的那个 供应链的那个 等于断链的这个问题 那相对来讲 他看到这个状况 等于就是这个断链的状况 其实是在改善之中的 那有两个指数去看嘛 那一个是货柜的一个部分 这个Benchmark指标其实是缓解 那等于这个之前拥挤的状况 其实是掉下来 还有另外一个Diffusion的这个指标 也跟着掉下来 他觉得这个是有所本的 只是说新市场一些suffering 其实有点掉下来 那还有就是说整个来讲的话 中国的一个增长的一个风险 是另外一个新市场的一个增长风险 但他觉得中国的政策面 其实会boost 还有估值就是够低的 够便宜的角度去看 等于就是这个部分 因为中国是去年已经开始合规的规格 这个合规管理嘛 那今年又又掉下去 那所以是两成的一个低重的掉下去的一个压力 代表它的估值有吸引力 那整体的风险资产还是这样看 那美国六月新屋开工降到去年九月来最低 城屋销售也创下前年六月来新低 所以呢房市正在降温 还有美国七月NAHB的指数远低于预期 NBA指数创世纪初以来最低 住房市场需求也是疲弱 昨天在联准会宣布升息的同时呢 我们看到美国也公布出来六月的城屋销售 月比大跌了8.6% 这是创下2020年四月以来最大的月比跌幅 同时呢年比跌幅达到20% 还有呢贷款的这个申请呢 年比下滑了18%将近两成 美国房地产市场会不会真的出问题 因为美国房地产市场体量太庞大 他真的要出问题 他可能会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问题的爆发 就是说像次贷风暴 他拖了两三年之后最后爆掉 从大概04 05年 06年之后开始就出现问题了 06年一直到08年整个次贷爆掉 那这一次美国房产会不会也是同样 拖个两三年之后最后爆掉呢 我现在这个地方不敢妄言 但是就是mortgage rate 我看到那个长天起了 就30年的mortgage rate 的确是高悬不下 那你在升息的时候 这omortgage rate怎么会不反应 那这个来讲的话 等于就是你之前超便宜的资金成本的一个时代过去了 那未来来讲的话 你会这个资金成本不再是免费的 所以如果说市场的估计是正确 假设市场正确 到明年初之后 连准会不但不升息要开始降息 那或许mortgage rate 会不会就是会提前反应 有机会掉下来 让大家的压力不要那么大 要不然的话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觉得会还会再重新定价 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经济的一个负增长 绝对是美国当局也不乐见 连准会恐怕也是一个负倍受敌的一个压力区 这部分我觉得需要去严肃的一个观察 不过市场目前一般的看法还是觉得是 即使是你出现衰退是一个比较浅诚的衰退 因为毕竟就会市场这么强劲 从来没有看过就会市场这么强劲的衰退 谢谢邓副总 想投资股票 进场又怕 请勿者高达 请勿者高达 倒 caller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